华视新闻团队持续为您掌握第一手的消息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花莲大地震过后 中华国小收容所目前为止已经收容了48户 84位知名 居民们无家可归 再加上大小余震不断 住户们还在惊慌当中 除了各地涌入的物资之外 也有同样是受灾户的魔术师 他自发性的表演抚慰灾民的心 现场的情形连线给孟俊 他这位顾观众持续待您守候在花莲这个地方 而现在记者所在的地方 就是中华国小的收容所这边 其实在花莲这个地方 其实是大小余震不断的 大家其实都非常担心 不过还是有人愿意跳出来 在台上来卖力的表演他的才艺 我们来看一段稍早之前的画面 可以吗 可以吗 来跟大家自我介绍 好的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这位魔术师 其实他也是花莲本地人 而他也算是受灾户 因为他其实在地震方向 其实也是家里面有一些受损 那另外由于现在是这个 儿童连续假期 不过他现在所有商业都去取消了 我们来听一段他的说法 花莲人其实很有爱心 然后在我们周遭有很多 不管做餐饮的 包括卖衣服的 他们都自发性的会送到这边来 就让我们这些乡亲们 一起来共度难关 那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做点什么 那既然我的专长是表演魔术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来这边 让小朋友可以带来一些欢笑 因为在这个地震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小朋友都有一些心理的阴影跟创伤 所以也许他们有余症来的时候 他们也会很害怕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有人还是出来来表演 就是为了要把这欢乐散播 给这些灾民 而在场其实现在已经收容了 八十四人以及四十八户 现在大家居民们都在这边 有一些物资可以让他们公领 而且这些住户也希望说 可以早日回归安静的生活 那以上是来自现场的最新消息 先让时间镜头交换给朋友们出播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